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镜火拍频道的世界的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王力宏和他的前妻李靖雷 这场风花雪月的事最新的进展 那刚刚前两天啊 王力宏带着自己公司的人想回自己在台北的房子乌江去看望孩子 结果没有见到 因为李靖雷声称 王力宏这次来造访是违反了协议的 而且他本身感觉受到了威胁 那最新的进展是王力宏的律师公开声明内容如下 本所建议我们的客户王力宏先生 不论任何情况在无本所律师认可的其他成人陪伴下 他不应该与他的前妻李靖雷小姐单独相处 他已经将他们的离婚变成一场充满错误虚构且恶意的抹黑行动 这不仅对我们的客户更对他们的小孩造成危害 他现在仅希望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 他全心专注于努力的与他的小孩相处 这是王力宏的公司发布的律师声明 那对以上王力宏方面的说法 李靖雷也进行了回应 他说双方的离婚协议中是这么说的 双方同意在我们最小的孩子满21岁之前 乌江作为我单独于三个孩子的住所 王先生就是指王力宏除了约定的探视时间 没有经我同意不得擅自进入双方约定探视时间 所有王先生以外的探视者必须事前经双方同意方可前来 因此李靖雷也抛出三大疑问来怼王力宏方面的这个律师授所 他说请问引号本所也有建议王先生违反我们协议中的约定 擅自带还没有经同意的人来探视 甚至隐藏一位我素未毛面 你也从还没有提及刻意隐藏的男子出现吗 请问本所是否也建议王先生 无视我明确表达他的行为和要求 让我感到被威胁和有安全顾虑 依然可以强势的在还没有经同意的情况下 带着三名男子企图侵入民宅 造成孩子们的惊吓 请问本所是不是在根本连客观事实发生经过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就收了钱写了这封线 你看李靖雷和王力宏这场风花雪月的事 逐渐要变得更加狗血 甚至每个细节都充满了案发现场的感觉 这个事情慢慢的要变味了 要转向悲剧了 因为什么 现在的问题是一个父亲想去看他们的孩子 结果仍然是被他们父母之前的恩怨所困扰 被他们父母之间的恩怨所挟持 要是按照法律上的事情来说的话 那双方的律师你来我往可能各有各的道理 李靖雷说的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但是问题就在于 你仍然是通过任何事情在微博上率先披露 仍然是执着于要把王力宏彻底打倒打臭的这个角度去处理所有问题的 你比如说像刚才这个问题王力宏来了没见着这些事情 你可以通过再和王力宏继续沟通 跟他讲清楚 让他按照合同的约定来 但你又第一时间把这个事情抛到了微博上 那不是继续要在公关上置王力宏于死地的一个新招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真的想引用一句话 法律也不是挡箭牌 什么叫不是挡箭牌呢 法律也不是你用来违反天伦人情的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我认为王力宏这个手话是非常可怜的 你比如说他带三个人 实际上只要是李靖雷不爽不高兴 你怎么去他都有理由拒绝你 你一个人去 他说你想一个人强行闯入 你带个女生一块去 他说你看他竟然还带女人到我们孩子一起居住的房间来 你要带男生 他就说你看他又带保镖来了 想干嘛 这个事情 正如律师事务所所说 他已经把一个离婚发展成了一场狗血剧 每个细节 每一个动作 每个标点符号 都是想继续置王力宏于死地 或者说让王力宏得彻底臣服于他 这样他才能完成自己想见一见孩子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心愿 那从王力宏的角度讲 听从律师的建议 当然是他最自保最能保险的一个做法 他任何时间如果与李靖雷单独相处 都不知道李靖雷会将这场见面描述成什么样 会不会又带了一场公关危机 所以王力宏带人去 很有可能是处于要有一个人证 确保整个见面不会成为另一场狗血的这样一个担心 他才这么做的 李靖雷选择发声的方式 对对的这个场合真是充满了算计 比如说任何事情 他都第一时间跑到微博去搞 甚至不惜 透露他和王力宏之间离婚协议的具体内容 另外 清扯进婚变的新加坡那个演唱组合 于美也在1号1月10号晚上通过微博发文 喊话李靖雷配合警方调查 这个警方不是台湾警方 是大陆警方 于美写道 从李小姐特地公开索要警方联络方式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21天 可是警方却迟迟没等到你的联络 人不在内地的李小姐 请配合警方完成关于你造谣诽谤一事的刑事调查与追究 并直接点名李靖雷 说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致敬每一位人民警察 感谢守护辛苦了 大家看到没 不管是新加坡来的这个演唱组合 还是台湾歌来的歌手王力宏和他的前妻闹翻 最后大家都期望主持公道的是中国的人民警察 这不得不说真是一个养我国威的一个事情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在大陆搞在大陆的这个场合搞 我认为李靖雷是经过了精心的算计 为什么在台湾本地搞 他恐怕占不了上风 因为王力宏那也是他的主场 王力宏的家庭 王力宏本身的财力影响力 在台湾这个场合与李靖雷开私 李靖雷处下风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在大陆这么搞 他就会占上风 所以看到现在让人对王力宏的下一步的发展 实际上是非常不看好的 因为目前他在整个和李靖雷对对的过程当中 完全处于劣势 每个新动作都会被贴上标签 都会被他在公共舆论方面痛击一番 那今天看了王力宏这个事情最新的进展 我也想聊一聊另外一个人 也算给前段时间有一期节目观众留言的一个交代 是什么呢 我当时说如果王力宏换成狼教授狼贤平 如果是李靖雷面对的是狼贤平 这个事情会怎么样 中国有句话叫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那现在这个时代不光是有文化的流氓害怕 最怕的是流氓式专家 李靖雷我认为还有好多和他有类似心态 有类似做法的一些女性 他还没有见到真正狠辣的角色 真正的高手是什么样 你看王力宏在整个事情发生以后 在公关上至少是步步退让 也可以说是每一步都被击溃 本人想去看孩子也没看成 属于一个完全的妈宝男 一个完全的弱势地位 两性之间的这个事情和很多其他事情一样 这里面的心理是十分微妙的 我在网上看到一位 这个情感高手说过一句话 说这个男生 尤其是在感情方面 脸皮厚人皮实是第一重要的 能够在负面感情负面事件的影响下 迅速的翻篇 这样的人 不管是跟你分手的 还是继续跟你好下去的女性 他才会瞧得起你 你越是对前一段感情 牵肠挂肚 对很多事情拿不起放不下 李静雷这样的 他就越有恃无恐 他就吃你这一套 但真正的做法 我们看看 蓝先平这些教授是怎么处理的 那蓝教授来自台湾 是王力宏和李静雷小姐的老乡 当然后来 蓝教授 投奔祖国大陆 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级的经济学家 到处演讲 到处上电视 在上海还搞过 这个狼平财经之类的这样的节目 我们看一下他最近的感情生活 他的感情生活既复杂又丰富 目前为止 根据公开的材料报道 大概结了六次混 结了六次混 但第七次的时候 终于成就了蓝教授 成为一代情感高手 也是王力宏他们 绝对应该值得学习的地方 那么 蓝前平想 曾经结交过 差点走入婚姻殿堂的这位女性 姓 妙 妙小姐 为啥认识呢 蓝教授是长江商学院的科拓教授 廖小姐空姐 航空公司的空姐很漂亮 人很高 大腿特长 他俩认识以后 就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当然了长江商学院 据我们所知 也就是用来干这个的 那么 郎教授和 妙小姐 好上以后 当时 妙知道狼已经结婚 但是还是和他住在了一起 而且 郎教授 处处特大方 人家一般的 跟女朋友相处的时候 送个项链 大不了送辆车 狼教授 直接出钱送房子 不但给 妙空姐 买了房子 还给妙空姐的老公老爸卖了房子 你看在上海 不得不说出售很大房 但问题在于 他们相处的一段时间以后 郎教授满世界飞满中国飞 到处演讲挣钱 我当年在中国出差的时候 看到江南 特别是广东 江苏浙江一带 好多高速公路沿途的大型广告牌上 上面写着 郎教授清零演讲入场费 多少多少钱 每一场演讲 郎言平都能赚很多钱 这也是为什么 他能一口气在上海帮女朋友 以及女朋友的老爸 卖两套房的原因 问题就在于他太忙了 没有过多的时间陪这位空姐 空姐 男手空房 和上海本地一个酒吧的酒保好上了 这就等于给郎教授 不知不觉之间 戴上了一种绿色帽子 后来 郎先生平 在一不留神期间 发现了这个事情 郎教授当然不能同意 就是说 你这不是拿我开涮吗 住着我的房 开着我的车 花着我的钱 你在这个上海 还乱搞 那他俩就要分手 分手的时候 女方不愿意把车 那郎教授啊 就像毛主席当年说的 一江圣勇追穷后 不可孤零学霸王 他开始进一步的大反击 他开始告什么呢 他说空姐欠他900万 怎么回事呢 郎先生说 2011年 他向空姐所担任法人的这家公司 购买了1600万元的同志佛像 当时自己向民生银行借款900万付了地币钱 就是把900万付了空姐的公司 但是空姐一直把物品没有交给他 就是只给他钱没交货 现在郎教授要求对方还900万 这一局竟然又赢了 又赢了 那就是这个郎教授不但要回了房子 要回了车 还让空姐背上了900万的债 那这900万据空姐说 那也是完全冤枉了 为什么 因为注册这个公司 就是郎教授当时他俩关系好的时候 郎教授让他注册的是个空壳公司 只不过就是料 这个妙空姐挂个名当法人而已 没别的用处 就是用来收 这个郎教授这笔款的 因为当时中国的银行贷款相关规定 非常的启霸 就是说你要贷900万是吧 但900万你得告诉我你的用途 你得有商业合同 你打给你自己的账号是不行的 郎教授一看这个自己懂这个 是不是金融公司法 那就说那回家跟空姐说 那你注册公司 我们俩之间进行买卖 我就说我向你要买1600的 1600万的同志佛像 结果就注册公司 法院这个银行就把900万带给了郎 郎就把这笔钱打给了自己的空壳公司 是空姐当法人的空姐拿到这笔钱以后 按郎教授的指示又转给了上海另外一家公司 叫什么呢 叫上海汉兴豪投资公司 这家公司的老板是谁 这家公司的老板是郎贤平和他前妻的儿子 你看这钱一转手就又回了郎贤平那儿 但是在法律上空姐背上了这900万的债 你看这整个的事情 郎贤平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空姐不但让他白睡了几年 还把房子还给了郎 而且那几年上海的房子涨得非常快 郎贤平通过把房子要回来 逛房子就赚了很多钱 更不用说后来这凭空又要的是900万了 所以这些事情让人不禁感慨 不怕流氓不可怕 就怕流氓有文化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是专家 所以你说如果李靖雷遇上郎贤平 他还会有今天的这样一个威风 还会有今天这样动不动上微博去怼的勇气吗 我觉得王力宏和郎贤平还要学习的一点 那就是你要沉出气 不要争着一时一地的得失 先让这个事情从公关上从网络上给它消失掉 孩子你也不用这么着急去看 因为有初一就有十五 你要连去看孩子在每一个细节方面都需要仍然被李靖雷把控着 这完全是李靖雷处心积虑想得到的 你就干脆先不回去看 你看看人家郎贤平 生了好几个儿子 也没有跟他们的儿子生活在一起 但是这个世道人心是不随郎贤平 也不随王力宏 也不随李靖雷的心思去转移的 当一个 你像这个 上海汉星豪投资公司 这个老板 郎贤平的儿子 他为什么跟他的爸爸多年以后又走到了一起 为什么还跟郎贤平父子联手做掉了这个空姐 还发大财 挣大钱 泡美女 那就是因为他爸是郎贤平 有名有事 一个男生在当今这个世界上 在未成年之前 十三四岁十二三岁的时候 可能母亲对他的影响比较大 当他成人了 想建功立业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谁强他跟谁 所以我认为王力宏在这个事情上不用担心 未来儿子终究是他的 只有一种可能 让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那就是王力宏从此一蹶不振 真的是让李静雷打入了深渊 人生再也没有妙手回春的那一天 那这样他就真完了 他不但失去了婚姻 也失去了儿子 那只要他能挺住 儿子儿女终究还是他的 当然咱们出这个主意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不地道 但是 李静雷这样的女性 他真的在乎王力宏这个人低不低道吗 我们目前为止看到 相关的公开的一些描述 王力宏对这场婚姻 也曾经全力以赴过 光心理医生就换了五个 王力宏那也是一个大腕的 他如果不真心的想挽回这个婚姻 他会给你一个又一个的心理医生去看吗 而且从看的这个结果看来 王力宏本人确实有精神方面 心理方面的严重疾病或者说障碍 这也是李静雷所声称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在最近的风波之中 李静雷仍然把王力宏描述为装可怜 王力宏你仍然去跟亲朋好友说 装可怜好像离婚的责任在我 怎么怎么样你看 王力宏是一个病人 那在这种情况下 老百姓的话说的好 一个巴掌拍不响 你们俩离婚了 你们俩都有责任 那在这个情况下 王力宏他去获得亲友的理解 向亲友做些解释 怎么到了李静雷嘴里 又成了装可怜 又成了玩套路 想欺负他的这么一个表现了 如果这个女生最后离婚离成了这样 王力宏怎么做 都会被贴上负心汉 被贴上不地道 被贴上想耍我们 想欺负我们这样的标签 你看这一次 王力宏想回去看他的儿女 让李静雷说成了什么 我很害怕 孩子哭了 对不起 孩子哭了 你怎么就知道 这是王力宏的责任 王力宏在外头 他的爸爸敲门死活进不来 孩子是被李静雷吓哭的 我认为 怎么可能是王力宏吓哭的 所以这些东西 当前唯一的办法 对王力宏 对所有在人生的低谷 想挽回一局 想还有后来的生机的这些男生 都记得一句话 你永远不要按照女生对你的设计 去规划你的人生 你起这个念头的第一天起 你就输定了 那遇人不输的话 你就死定了 你先沉出气 叫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财烧 只有一个重新从这个负面 人生低谷里面走出来的 王力宏 才是你的儿女想要的父亲 才是你的父母 想要的那个儿子 才是你一开始进入影艺圈 开始在这个红尘里面打拼 那个初衷 这个时候 那真的是要听习主席那句话 你要不改初心 不改初心才行 否则的话 那你这一辈子就死定了 那既然今天提起了郎教授 实际上最近还有一条新闻 和他有关 那是谁呢 那就是前科隆集团失控人 雇除军申请国家赔偿案 最近做出了决定 广东省高院决定 赔偿雇除军人身自由赔偿金 28万余元 精神损害 抚慰金14.3万 返还罚金8万元和利息 雇除军之所以落马 就是因为他和 郎贤平掐上了 当年郎贤平在中国大陆 以人民的经济学家 国家的经济学家 要全力维护国有资本 这样一个形象出现的 那也是一时领风气之先 他当时瞄准的第一个目标 或者说最有利的目标 就是雇除军 按照 这个 王金平的指控 说雇除军涉嫌严重侵害 国有资产 但事实上后来 这些通过 给雇除军 进行国家赔偿的做法 发现当时 对雇的处理 是过于草率 过于过于严厉 也过于受公众舆论的压力了 当时的公众舆论 舆论是哪来的 就是郎贤平一手挑起的 那么现在复盘看来 顾除军当时也犯了一个错误 那就是 过于珍惜自己的羽毛 老是觉得我没错 他还弄了一个 纸扎的白帽子上面写着 草民完全无罪 当时这个事情你越炒作 你只要沾了这种经济学家 你只要接了他的招 你只要和他聊上 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这就跟空姐是一样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个社会人心都是差不多的 那为什么郎贤平这么牛 因为他之前结误六次婚 他有经验吗 他知道玩女人 尤其是貌似漂亮 又有资历 又有知识的一些女性 在郎教授这 那都最后可以分分钟都能拿下 社会他就喜欢这样的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 企业家也是一样 你跟他沾上了边 最后结果就是锒铛入狱 这次虽然获得了国家赔偿 但是人生中国的局势都已经翻篇了 顾淑军这些人再没有机会 再回到市场的第一线 当然顾淑军这次护国家赔偿 他的意义还在于 柳传志可以喘口气了 因为啥 顾淑军和联想当年那个情况是一样的 大家都怀疑你是侵吞了国有资产 顾淑军已经被判刑了 搞成这样 现在司马南那就是当年的 郎贤平跳出来要搞联想 但是联想的手段还是非常狠辣的 你看把新华社搬出来 新华社竟然播出联想的宣传片 这证明他们对在中国怎么搞 他们也是吸取了顾淑军的教训 你吃定主流媒体吃定党媒吗 这样的话 这个事情就不会发作成另外一场舆论风暴 当然关于顾淑军 还有像联想的鲁传志 这一代企业家 我们还有很多的故事可讲 好多事情也不是小葱半豆腐一清二白的 在一个这么复杂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系里面 想开出新局 不是一个道德楷模能做的事情 实际上我也不太赞同 像联想柳传志这些人老打情怀牌 你就别打了 你就说你做成了 你就逼就行了 大家认 你既要面子又要理子 又当又立 那这玩意早晚得出事 那为什么司法兰这些人跳出来要掐你 那不就是因为你说自己爱国从来不后退吗 但你真的爱国了吗 如果国有资产增值保值 就可以把国有资产拿来随便用的话 那顾淑军当年派人家行干嘛 顾淑军搞了克隆公司以后 原来的国有资产肯定也保值升值了 那难道这样就是让你们可以拿国有资产 可以随便使用保个人私囊的一个最大的理由吗 这些理由啊 这些口水想怎么说都有道理 那就看最后谁胜谁负而已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看看这个王力宏和李经雷这个东西 这个设想发展到了一个非常令人可惜 非常令人感慨的一个阶段 我们会随时关注各方面最新的进展 给大家带来第一时间的点评 我们谢谢您 诚挚的欢迎您给世界的中国点赞 也关注订阅明镜火拍这个频道 我们谢谢您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您下期再见